同学们好 下面呢我们具体来看作业成本的计算 我们在上一讲里面给大家介绍了 作业成本计算其实从资源到作业 从作业到产品对吧 但实际上在考试的时候 第一个环节资源到作业 它通常都是给我们的 可能最主要考核的我们是第二次的分配 就是怎么样把作业成本 给我分配到特定的产品对它上去 其实这个分配没有什么新的公式 虽然我们这块也劣势了 其实跟我们在第十三章 给大家介绍的间接成本的分配 其实原理是一样的 只不过我们在第十三章讲 这个间接成本分配的时候 我们可能是统一的制造费用 去用一个分配率去分 它呢就相当于是把这个制造费用 给它分配成 就给它分成不同的作业成本 对于不同的作业呢 你去算它各自的分配率 就等于说做多次间接费用分配这样 公式完全一样 分子呢就是你有待分配的那个作业成本 分母呢就是你要看 把这个作业成本你要分给谁 对吧 分母呢就是我们各个分配对象的 这个作业东京合集 如果我们是要把作业成本 最终分到产品的话 那你的对象就是各个产品了 是不是 然后有了分配率以后 把分配率分别乘上 每个产品所耗费的作业量 就可以得到你的这个 该产品应该分配的作业成本 然后产品的这个总的成本呢 因为我们知道作业成本法 它和传统成本计算的区别 主要是对这个 就是间接成本的分配更准确 但直接成本还是一样的 直接成本还是直接记录 对吧 间接成本呢 它实际上是要分成不同的作业 分配记录 所以它就要把直接成本 和我们已经 就是分配好的作业成本 给它累积起来 就是总成本 所以这块没有什么 专门要背的公式 你就记录 它就是间接成本的分配 我们现在结合立题 来掌握作业成本计算 我们先看书上这个例子 书上这个立题呢 它是告我们这个DBS公司的 主要业务 就是生产服装服饰 然后呢 这个公司的服装生产车间 生产三种款式的夹克衫 还有两种款式的休闲西服 然后夹克衫和西服 分别是两个独立生产线 进行加工 每个生产线 都有自己的技术部门 这个五款服装 都是按批组织 一批生产一百件 是这样的 那么第一个 给了我们成本质量 就是公司本月 每种款式的产量 还有直接成本 就给我们了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本月啊 应该说夹克的批次 生产的比较多 对吧 你看夹克 这三个加起来 总共是生产24个批次 西服两个加起来 刚生产6个批次 所以我们本月组织了 30次 30批次生产 但是其中 只有6个批次是生产西服 24个都是给夹克的 说明夹克的生产量 是比较大的 因为它每批都是一百 所以它产量就不同 然后考试的时候 直接人工成本啊 直接调料 这都是已知的 这都是给我们的 已知条件 然后又给了我们 制造费用的发生额 那么制造费用呢 我们包括这个设备的检验啊 这个什么供应这些 是84000 夹克线的成本 西装产品线的成本 因为它上是两条 不同资产线 是吧 还有其他的一些 有关的什么生产维持 什么 它总都给我了 所以总的费用合计 是214800 那我们先来看啊 假设我们考试 会给你要求 比如说我们要求你采用 呃 传统的完全成本法 那么这个时候 直接成本是直接记录了 我们现在只有制造费用 是吧 那么制造费用 它告诉你呢 按直接人工成本为分配标准 进行分配 也就是说呢 我们这个总的制造费用 你就按它的直接人工的成本的比重 去分就完了 是吧 那么是一个单一的分配率 对吧 那这个好说 我们前面讲了 间接费用分配率 分子代分配的 214800 分母呢 就是人工成本 人工成本我们看一下 这个直接人工成本 你像 五个五种服装的人工成本 合计多少 107400啊 对不对 就是各个分配对象的 分配标准合计吗 我们的分配标准 不就是直接人工成本吗 把这五个加起来 107400 所以你看按照 传统的方法 制造费用 我们就捅到一起 不管你是夹克线的生产成本 还是这个西服的 反正就是加到一起 然后整个除以总的 我们各个产品的 直接人工成本合计 这样得到 我们是这个 200% 或者说是2 是吧 那么 有了分配率了 那现在我想要问你 每一个产品应该分多少呢 那就把这个分配率去乘上各个产品的直接人工吧 对吧 你看夹克1 26400 用26400乘以2 夹克2 34000乘以2 一次列推 是不是 所以就很简单 应该说 完全成本法 它的计算 要简单一点 因为它就是一个把总的这个间接费用混到一起 然后去分就完了 所以你看我们这条例题 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制造费用分配率了 然后呢 直接人工成本 就是第一行 这是第二行 第三行 我们应该给各个产品分配的制造费用 它是以直接人工成本为分配的标准嘛 所以我们第四行的制造费用啊 它就是拿我们第三行的分配率乘上第一行的分配标准 一成就完了 然后呢 总成本 就是把我们的材料 人工制造费用加起来 是吧 我们第五行的 就是把直接人工 第一行 加第二行 直接材料 加第四行的制造费用 然后把总成本 除以它的批次 因为我们前面 这个表里面 给了我们这个 本月的批次嘛 比如说夹克1 是8个批次 那你就把它这个 总成本除以8 得到每批成本 对吧 所以这第六 相当于就是用我们这个 第五行的这个数据 你除以它的总的批次就完了 然后因为我们每批是100件 所以呢 我们第七行 就是拿第六行的数据 你除以100件 就是单件成本 就算出来了 是吧 那么按照这种方法呢 我们看到了 就是说 它这个每一件的成本 是吧 那么西服要比夹克贵一点 但是贵的并不是很多 是吧 是这样的 那现在我们来看啊 如果考试 它要求你按作业成本法 那作业成本法呢 就不能说把这个制造费用 给我捅到一起 一块分了 要分不同的作业成本库 是吧 所以你看 这道题啊 它呢是告诉我们 这个有 这个批次级成本 8万4千 夹克线的成本 5万4 西服线成本 6万6千 就是产品级的都是啊 其他成本 生产维持级 10800 那么分配标准是什么 考试的时候 一定会给你 我们就去找 你像我们这道题 我们给大家补充一个材料 我们告诉你啊 就是才 就是我们 呃 对于批次级的作业成本库 按生产批次的比例分 比如我的分配的标准 提示你按生产批次 然后呢 夹克线的这个 呃 作业成本库呢 按夹克线的生产批次 所以它也是按生产批次 只不过呢 我是根据夹克线的 是吧 这个批次 然后西服呢 它告诉我呢 按西服的生产批次 所以这个呢 就是根据西服的 生产批次 然后对于其他成本呢 生产维持成本库 选用直接人工成本 就这个呢 它说 我们用直接人工成本 为分配标准 所以你这块 大家注意考试的时候 你放心 分配标准是给的 给了我分配标准以后 你看 我们是有不同的分配标准 它成本动因不同 所以在算分配率的时候 这个带分配的金额 除以我们的各个分配对象的 分配标准合计 就是你的分配率 对吧 所以就是我要想算分配率 那就会有四个分配率 对不对 把带分配的这个成本 除以各个分配对象的 这个分配标准合计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你像我们这个表15到6 是吧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谈的这个 有关的这个制造费用的 隔着的成本 我把它搬过来就行了 然后呢 这个是分配标准 对吧 那我们的分配标准呢 前面已经谈到了 对于我们这个批次级的84000 就是按生产批次 生产批次我们前面 大家可以我们再啰嗦一点 你看 整个的批次是30 对不对 其中西服占6次 夹克3个24次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分配批次级的成本 那就是把84000除以30 得到每批2800 而夹克的生产线的成本呢 是按照夹克线的批次 24次来分 是吧 得到每批次2250 西服是按照6次分 而生产维持机成本的 带分配的成本 1080除的是 我们刚才谈了 按照直接人工成本 对吧 直接人工成本 你看我们前面 直接人工成本的总计 是不是107400啊 所以它的分配的标准 合计是107400 所以把10800除以它 得到是这个10.06% 所以就有四个分配率 那分配率有了 我们把分配率分别乘上 各个分配对象的 这个分配标准 所以大家跟我来看 这个汇总这个成本 计算单啊 它的这个第一行 是本月批次 第二行直接人工 是给我们的 直接材料也是给我们的 然后呢 这个分配率 2800是我们刚才 自己算的 对吧 你看我们刚才算 这个批次级 这个批次2800 然后乘上什么呢 我们各个产品的批次 所以大家看我第五行 那我第五行的数据 就是拿第一行的批次 乘上分配率 一乘不就完了吗 是吧 然后我们再来看 这个和我们产品相关的 夹克县的这个 成本的分配率 我们刚才算出来的结果 是2250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这块呢 就是把2250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 比如说前面这是第五行 这是第六行 第七行 那我第七行 这个分配 分配率有了 那么第八行 第八行这个成本 我们实际上啊 就是把第七行的分配率 去乘上我们前面 第一行的批次 是吧 这样也可以分完了 然后生产维持成本呢 我们刚才讲 是按照人工成本 作为分配标准 得到了美元 人工成本的 这个分配率 对不对 那么第十行的分配率 是我们刚才已经算了 那我们看一下 第十一行 生产维持成本 那它就是等于什么呢 把我们的分配率 第十行的数据 去乘上 直接人工成本 乘第二行 对吧 大家看 就是个间接成本分配 只不过麻烦一点 然后我们这样一来 把我们这四个 分配的成本加起来 这个间接费用合计 是吧 那我们的间接费用 包括我们刚才算出来 这个第五行 这个数据 所以这十二行 是用第五行 这个分配来的结果 还有我们这个 第八行 这个结果 另外还有我们这个 第十一行 就是五加八加十一 把这个给它加总起来 就是我们间接费用合计 然后我们的总成本 十三行的总成本 那你还得把 直接成本给我加上呀 我们前面 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就是把第二行 加第三行 间接费用合计 十二行 一加 就是总成本 然后我们再进一步 来算一下 看一下作业成本 和完成品法的一个对比 因为我们已经有了这个 就是我们的 总的成本了 那你把这个总成本 比如说我们这时候 我的这个十四行 是这个相应的 我们前面讲的批次 那你这个每批成本 每批成本 是不是就用你的 前面那个表的总成本 就是十三行的这个数据 除以十四行 得到每批成本 又因为我们一批 是一百件 所以这个 我们可以看一下 计算 其实很简单 就是把每批总成本 除以一百件 这样得到单位的这个 就是单件的这个 作业成本 是吧 这是我们的这个 作业成本法下 那你看我们前面 那个表是已经算出来了 按照这个完全成本法 单件的这个产品成本 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 按照我们原来的 完全成本法呢 我们知道 你看西服 它比夹克的成本 其实没有高多少 就可能高个四十来块钱 但是你看我们按照这个 就是作业成本法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西服的这个成本 要比我们的这个 作业成本 高了就比较多了 甚至你看这个 西服二的成本 我们要比它 就是比这个夹克的成本 能够高出一百了 对吧 所以是这样 所以就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们西服应该 做工可能比较复杂 而且产量少啊 它批量 你看刚刚有十二 所以按照我们的这个 完全成本法 它是以产量为技术分配 所以产量多的 你就多分 产量少是少分 所以完全成本法 会夸大 高产量的 产品的这个成本 会低估 低产量产品成本 是吧 所以实际上 我们通过 这个立体呢 我们说上 给了一个结论 就说 完全成本法 就扭曲了产品成本 产品 它是高估了 简单产品 夹克线成本 因为这个 夹克它这个 产量大嘛 那你就给人分的就多了 而低估了 这个西服的成本 另外呢 就是我们前面这个 完全本法 你看我们这个传统的 完全成本法 就只算了一个分配率吧 对吧 就是把总制造费用 所谓一种的人工成本 是单一分配率 所以它也是夸大了 高产量产品成本 这是它们的区别 但它们的共同点 有相同点 就是别管是 作业成本法 还是我们 完全成本法 它的产品成本 都是对 全都是对 全部生产成本 去做分配的 就既包括变度 也包含固定 那我们可以总结一下 就是 完全成本法 我们也经常称为 是以产量 为基础的 成本计算制度 那么 作业成本法 也称为是 作业基础的 成本计算制度 那么这两种方法的区别呢 首先是说呢 它们在这个 就是间接费用分配率 这一块 是有不同的 是吧 就完全成本法 是按照单一的 间接费用分配率 所以它就有一个缺点 它就会夸大 这个高产量的产品成本 而我们的作业成本法 因为它对于 不同的作业成本 是用不同的 这个作业成本动因 去分配 所以就可以更加 准确的分配 间接成本 是不是 那么 我们这个 作业成本法 它就可以 克服这个 就是我们产品 成本会扭曲 就是夸大 高产量的成本 低估那种 低产量 但是比较复杂 那种产品成本 只有缺点 就可以克服它 但是在 这个成本的 这个内容方面 其实上 我们无论是 作业成本法 还是这个 完全成本法 我们的成本 都是包含变动成本 也包含固定的成本的 是吧 并不是说 只衡量变动的 我们都是 包含了固定 制造成本 而且我们后面 还会讲 我们作业成本法 有的时候 甚至可能 会把一些 非制造成本 也有可能 会放进去的 是吧 就比如说 我们 就是假设 比如说 产品的售后服务费 产品售后服务费 我们要是 在完全成本法 传统成本计算 按照我们这个 会计准则的要求 我们这个售后服务费 是直接进入 营业费用 不能进入产品成本 对吧 但是在作业成本法下 它是要按照成本的 这个驱动因素 是吧 我们要考虑它 我要追溯它 比如说 我这个售后服务费 我们 就是为产品服务的呀 那我就要 可能就要分到 你的产品上去 是吧 所以其实 我们的这个成本内容 可能作业成本法 成本内容 不一定完全是制造成本 也还包含 非制造成本 但是对制造成本 这块内容 它们俩都是包含变动 也包含固定的 是吧 这是我们这两个方法的 这个对比的特点 我们看一道多选题 他就问你 于作业基础成本 计算制度相比 产量基础成本 计算制度存在的局限性 是 A 把不同性质的 各种间接费用 按部门归结在一起 这应该是对的 对吧 就是我们一车间 它的制造费用里面 包含的折旧啊 什么间接材料 人工的全都在这里头 是不是 成本计算 它会过于复杂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相比较作业成本法的话 完成成本是比较简单的 对吧 它只算一个分配率 所以这个就说 说反了 C 容易夸大高产量 产品成本 那这个是对的 成本的分配基础 和间接成本 击合缺乏因果联系 你像我们刚才那个例子 它把所有的制造费用 混在一起分 别管你是 这个西服的 还是夹克 都混到一起 本来是夹克生产线的成本 你也给我往西服上去分去 是吧 或者本来是西服的 你也分到我的夹克上去 所以它就没有 必然的因果关系 这是 我们这两种方法 大家通过的例子 你可以看 它们是有区别的 应该说作业成本法 是更加准确的 分配我们的 这些产品成本 那我们来看啊 因为一般来说考试啊 它考我们产品成本的计算 别管是完全成本 还是还是我们的作业成本 我们都是全部的制造成本 对吧 那么考试给我们这个 成本明细账 或者成本计算单 其实呢 也是我们要 也是符合我们讲 那个什么月初的 加上本月的费用 然后我们要在 完工在产里面去划分 都是这样的 其实它的这个分配的 这个就是完工在产的 分配原理是一样的 区别点就是它把那个 就是间接的那个费用啊 给它按不同的作业 单设作业成本库 所以其实我们要是设明细账 你看我们前面讲的 完全成本法 就是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制造费用 对吗 但是作业成本法呢 它是直接成本 是直接记录 但是作业成本你要分的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 要列视不同的作业 比如说作业一 作业二 作业三 按照不同的作业 去给你 然后我们也是要有 月初的 有本月的费用 然后你要在 完工在产 去给我去分配 它也是要这样做 其实区别点在于 就是我们要对 作业成本 按照不同的 动因去分配 另外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一块 给大家强调了一个 主要作业 这个主要指的是什么呢 我们稍微扩展一下 我们书上 因为这个做快考 它认为大家是 有一定的基础 所以它有一些很基本 它就不说了 那其实我们看 比如说你要是看中级 有些同学也考中级 也考注快 那么中级那边说 它有些基础东西 它会交代 就是比如说 我们对于这个作业 如果我们按照 因为我们知道 作业成本法的原理是什么呀 产品消耗作业 作业消耗资源 是不是 它是这样一个原理 那么我们通常 把那种 被最终的成本对象 我们一般考虑就是产品了 就被产品所耗用的 这个作业 我们可以在称为 是主要作业 但是呢 有的时候 这个主要作业啊 也会受其他作业的 这个等于说服务 有点像 你看我们 比如说 有辅助生产成本 对吗 那你想 你这个辅助生产 这个工作 它并没有直接 作用于你的 那个产品对象吧 所以我们可以说 它是一个次要作业 它和我们这个 传统成本计算 原理是一样的 其实你看我们 传统成本计算 是把各种这个 比如说 各种成本 先给它分配到我们的 比如说这个 规矩到各个部门 对吧 那么辅助部门的作业 你是不是还是要 给它分配到我们的 这个最终 还是要给它分配到 这个比如产品上啊 或者说是什么 行政部门等等 这些上面对象上去 是不是 所以我们这块 也是一个道理 就是 实际上我们 给大家谈了啊 我们是要从资源 企业发生的各种资源 它不再分到部门了 而是要分到作业上去 但是我们作业呢 可以有两类 一类就是直接作用于 你最终产品对象 那个作业 我们把它成为主要作业 还有一类作业是什么呢 是服务于 中间地位的成本对象 对吧 就是可以 或者这么来说 它可以主要作业服务的 你也可以这么去通过理解 就是它 它服务于 比如说我们去服务材料去 或者服务于这个 你这个主要的作业 是吧 像这种 次要作业 我们说从资源 要到什么呀 要给它分到作业 对吧 但是我们 作业有两类 一类是 次要作业 就它并不直接 作用于我的产品 对象上去 还有一类呢 是我们的主要作业 我们第一步 从资源到作业 这个都是要 别管是主要次要 它都要耗费 人 财务 对不对 我们开工人工资 次要作业也得给工人开工资啊 主要作业也得开工资吧 对不对 所以是这样 从资源到作业 这第一步的分配 我们考试 反而这个都是给你的 但是现在我们来看啊 我们从 从作业到产品 主要作业 它是服务于你的最终产品的 对吧 也就是我的最终产品 是什么 那我们说 作业到产品 是不是这样啊 但是次要作业呢 它并不是服务于最终产品 它是基于中间地位的成本对象 等于说 可能很多情况 它会告诉我们 是服务于你这个主要作业 当然也有的时候 也可能服务于什么材料啊 等等这些 不过我们考试可能碰到 所以稍微简单一点 那就说次要作业啊 它呢 还要再给我分到什么呢 主要作业 这个上面去 是不是啊 所以这块也有一个分配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大家看 我的主要作业成本 就包含两块了 第一块就是 从资源到作业 给我分配来的成本 对吧 还有一块呢 就是我们 次要作业 分配过来的成本 所以主要作业成本 包含两块 一个是我们 这个分配的这个资源 分配过来的资源 还有一块呢 就是次要作业 给我分配的这个成本 所以这是你的总成本啊 对吧 这是我的总成本 然后呢 我们要把这个总成本 再统一给它 分配到你的 最终产品对象上去 是不是啊 这个才是我们 作业到产品 所以这里面可能 就有的时候 有可能 如果出现了 这个次要作业 要先对主要作业服务 然后再对总产品的时候 你可能要 记住 你的主要作业成本 可能还会包含了 有点类似于 我们的辅助生产 给我分过来的成本 那个感觉是吧 这是我们谈有关这个 就是资源到 作业 作业到产品 这样一个流程 所以大家看 我们可以理解一下 我们这里面谈的 就是我们 首先从资源 要给它分配到作业上去 但是有些作业是主要作业 就是我们 比如说我们以资源一为例 那么它既要有分配给 主要作业一 也要分配给次要作业 是吧 可能也要分配给 这个 其他的这些作业 那么我们 主要作业呢 它的这个成本 既包含资源过来的 也包含次要作业分过来的 是不是 然后呢 我们这个 主要作业成本的 总的 你再去分到各个产品上去 就是这样 可能又会有多次分配 因为它要考虑分配的准确 好 我们接合例子来看 大家看 我们可能直接这么说 大家可能不太好理解 我们可以结合我们以前的考题 来分析一下 他告诉我 假公司是一个 制造业企业 生产A B两种产品 然后生产车间有两台设备 其中呢 一台是属于高端智能制造设备 另一台是手工加工 A B产品均需要 先经过智能制造 然后呢 在手工加工两道作业 才可以完成 是吧 等于他们需要经过 两个制造环节 然后也提到我们的 A产品主要是智能制造 是一次头 是吧 然后呢 采用传统成本 计算成本的时候呢 它是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直接记录产品成本 制造费用 是先按车间规级 然后按 直接人工比例 分配到产品成本 然后就给了我们有关资料 大家看 首先他给了A B 两个产品产量资料 然后第二个 就直接给了传统成本的计算单了 都不用你算了 因为他怕你浪费时间 是吧 就直接了 就给你分配好了 然后呢 第三个就是给了我们产品的毛利 是不是 然后呢 又写了一堆话 我们现在就 就大致过 就是因为 大家看考试 如果看到一堆的东西啊 那你干脆别浪费时间了 就先看看要求 要不然的话 你过来念完题 然后再看 然后再去念题 太烂了时间 我们先看一下要求啊 你看他第一问 编制作业成本分配表 直接填到表中 不用列出过程 所以一看就是让我们 做作业成本分配的啊 然后作业名称 他就提示你有设备 减修 有智能制造 还有手工加工 我们就去看一看啊 他这些作业 你看 作业成本 是不是就给你了 我们考试的时候啊 资源到作业是给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设备 减修作业 已经归及了 七万两千 智能制造 归及了五万三 手工加工 归及了二十二万 总共是三十四万五千 这么多的成本 现在就是想问 你这三十四万五千 你怎么给我分配到 各个产品对象上去 然后我们发现 你看 他这个设备 减修作业啊 他在分的时候 他的分配对象是谁啊 你看 他是分到 智能制造 和手工加工 说明这个设备 减修是一个次要作业 他并不是服务于 你这个A B两个 但是服务于 这两个 这个主要作业的 然后你看 我们这个智能制造 手工加工 他的分配对象是谁 是分到A B两个产品 是不是 所以我们 首先一看啊 这个有一个次要作业 先分给智能 是吧 然后你再考虑 智能分配给我们产品 先看设备减修 你看 作业成本七万两千 他提示我作业动因 就按检验次数 是不是 然后呢 作业量呢 智能五次 手工加工一次 那你看 我这个分配率 是不是太简单了呀 分子代分配的作业成本 他给我了七万两千 分母呢 就是各个分配对象的 我们这个对象 你看都提示 你们智能制造 手工加工 各个分配对象的 作业动因合计 五加一 是不是六啊 是不是 除以六 这样我可以得到分配率 一万两千 那么分配给智能的 一万两千 乘以五呗 分配给手工的 一万两千 乘以一 是不是 所以这样我可以得到 这是六万 这是一万两千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 他还让我分配 智能制造和手工加工 你像我们那一年 有很多同学 那他就只分这个五万三了 可是你要想 你如果只分五万三 二十二万 那你这个七万两千的 设备检修的成本 就不计入产品了吗 我们最终还是要分给产品啊 是吧 因为他们三个的合计 才是三十四万五千嘛 所以这个五万三千里面 是没有包含分配过来的 这个检修的呀 就像我刚才给大家强调的啊 考试时候 如果你发现 有这个次要作业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注意什么呢 就是这个次要作业的成本 要分给主要作业 所以 代分配的主要作业成本 不仅包含他本身 资源分到作业这块 考试这个 第一个环节都是已知的 对吧 他考试这块是已知的呀 这个第一是已知的 二呢就是你次要作业分过来的 所以有代分配的成本 应该是一加二两块 是不是 所以我们这样一来 大家看我们这要题 就是代分配的这个 智能制造作业成本 即包含本身 我们资源到作业 这个五万三千 对吧 五万三千 是从资源到作业 给我分过来的啊 他已经考试给我了 第二个也包含 次要作业分给我的 这个六万 这两个加起来 是我们 有代分配的 总的主要作业成本 是不是 啊 那么这个分母呢 就是各个分配对象的 分配标准合计吗 那你看他让我分配 根据什么呀 根据A产品的机器工时 B产品的机器工时 根据机器工时 AB产品分到这两个对象上 它的工时合计 五百 是吧 所以除以五百 这样就可以把分配率得到 是吧 比如说我不算了 比如说设备A 那我们A产品应该分多少呢 就把分配率乘上 A的工时 机器工时三百五十 B呢 是一百五十 是不是就很容易了吗 同理这个手工加工作业 也是要把它分到 A产品和B产品对象上去 我们手工加工作业 本身有二十二了 那么刚才我们把设备检修还给它分了一部分 对吧 所以呢 就是两块 一个是它自身的二十二万 然后也要包含次要作业给我分过来的 这个一万两千 然后分母呢 各个分配对象的分配标准合计 你是分给A和B的 人工工时合计二百五十 对吧 除以这个二百五十 然后分给A的呢 那就是分给我们 A的就 用把这个别墅的分配对我说给B吧 我把B乘上二十 分给B产品的B乘以二百三十 是不是这样啊 所以这块就稍微谈一下 就是我们谈到这个作业成本分配率的时候啊 这个 主要作业是吧 主要作业指的是最终服务于你的一个产品对象的 是不是 主要作业成本 的这个分配率 我们在计算的时候 这个分子啊 既要包含我们本身的从资源到作业 是吧 就是我们归籍的这个资源 这个考试啊 都是给的 以这条件 对吧 然后呢 要记住 还得加上 我们分配的这个次要作业成本 有点类似于辅助作业 辅助生产成本 我们是不是要先分 比如说分配到这个 假设他给我把这个先分到辅助作业 辅助生产成本 然后再把辅助成本再分配到我们对象上去 所以他也是这样 就是要把分配的次要作业成本 给我加进来啊 以他为基础 然后你再考虑分母 就是你各个产品对象的 是吧 因为主要作业是服务于我们产品对象 各产品对象的分配标准合计 是吧 这就是我们谈的这个 这个分配率这一块 是吧 好 那么这个有了 我们再来接着看第二顿 让你编制产品成本计算单 结果呢 填到下方的表格中 也是不用我们列过程 首先第一个 月初这产品呢 考试一定会给你 你就去找 有没有月初 是不是 你看他给了月末了 然后还给了什么产品毛利 是吧 然后你看 传统成本计算单 他都给了 你看月初是多少 零 就等于说提示我们了 就简单了 那因此 我们就去找啊 月初是零 无论是A 还是B 全是零 说明这个企业都是本月投产的 对吧 那本月的生产费用呢 材料 直接材料 是吧 是多少 因为他告诉我们材料是直接成本了 是不是 所以我们就去看一下材料 那么我们传统成本计算单 A的直接材料是一万五 B呢 是四万 是吧 直接成本都是一样的啊 一万五千 这个呢 四万 因为无论是直接成 无论是完全成本法 还是我们的作业能法 直接成本都是直接进入 那么大家可能会说 那个直接人工怎么办呢 我们就要去看看他的这个提示啊 是吧 那么我们来看 我们刚才读到这 我们就不再读了啊 那么现在我们再来 就可以来读一下 我们说目前A产品供不应求 B产品滞销 公司的经理建议 A提价 B降价 来提高公司的获利能力 生产经理认为 制造费用大部分是智能设备引起的 以直接人工工资比例分配 导致A B产品成本计算不准确 应该采用作业成本法来进行优化 从而为调价提供可靠的成本数据 然后公司财务部门和生产技术部门 对生产过程进行的分析 识别出三个作业 设备检修 智能制造 手工加工 对吧 我们刚才都已经分配了作业成本了 然后呢 设备检修作业 主要是负责对智能制造 手工加工设备进行检修 所以你看 设备检修是服务于智能制造作业 和手工加工 是次要作业 对吧 作业动因就是检修次数 然后智能制造作业的作业动因是机器公式 手工加工作业的作业动因是人工公式 然后提示你直接人工成本不再单列了 被归入到作业库了 那就说明我的直接成本就只剩下直接材料了 所以我们在填那个直接材料的时候 就利用你前面的传统成本计算 你的那个直接材料给它登上就行 然后直接人工它已经定到了我的作业库里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啊 呃 月初的我们好说是吧 然后月末的他告我们在产品的情况 A这产品40件 全部处于智能制造 还没有进入手工加工 平均的完成的制造作业是50% 也就是我刚才给大家强调的 我们在考试的时候啊 考虑这个王 就是这个 王公在产 约当产量法 你像他这个给的我这个作业成本计算单 有材料 有智能制造 有手工加工 那你就提醒自己啊 这个再产品的月当产量啊 我们要考虑再产品的数量乘上完工率 对不对 完工率你一定要记住 每一个项目要单独去算它的完工率的 材料我们就要提示生产开始一次投入 所以再产品的完工率就是100% 那智能制造和手工呢 对于A产品来说 你看他怎么说的呀 A产品有再产品40件 全部处于智能制造 还未进入手工加工 智能制造的作业率 完工率50% 所以你看 也就是说我们的再产品是 总共是40件对吧 40件 那我的约当产量 我要考虑40件乘以完工率 材料是100% 生产开始一次投的 他告诉我们的 还没有进入手工 什么叫没有进入手工啊 手工加工的完工率是不是零啊 全部处于智能制造 他告诉你完工率50% 所以约当产量 对吧 我如果让你算约当产量 直接材料约当量 那就是40乘以140件 智能制造作业的完工率 40乘以50% 20 那这个呢是零 本月的费用这块 因为你看我们刚才 为什么让你编这个作业成本呢 就是把本月的作业成本给他分了 分到我们 A产品和B产品 对不对 所以你看智能制造作业的本月成本 是不是我刚才说的这个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A乘以350这个 是吧 然后呢 这个手工 手工加工作业的 我们这个 就是我们A产品 B乘以20这个 是吧 我就偷懒了 相当于就是你刚才这个表里面 这个A产品 这两个数搬过来 那么B产品也是 这两个数搬过去 是吧 相当于就是这个 我们说这个是A乘以150 然后那个是B乘以230 对吧 搬过来就完了 所以你看月初本月全有了 那月初本月都有了 合计一加就完了 就要划分完工再产 完工产品的产量 这个一定是已知条件 我们就去找 你看它这个产量的数据 就给你了 A产品本月完工了80 B产品完工的是50 是吧 月末的话 A是40 B是50 我们先看A A是完工了80件 那我们先来看A A的完工的产量是80件 然后我们这个 材料的分配率 你想一下 我们要算 所谓单位成本 就是分配率吧 分子带分配的这个数 就是合计数啊 比如这是第一行 第二行 这是第三行 那我再算这个分配率的时候 分子就是第三行的数据 分母呢 完工产品产量80件 加上再产品的约当产量 就是40乘以完工率嘛 对不对 所以对于材料 就是40乘百分之百 那我们这个智能是40乘百分之50 手工加工40乘0 是不是都是这样啊 那我们再来看B产品也是一样啊 这也是合计数我可以有了 对吧 那我们合计就是本月的费用了 完工的这个 我们这个单位成本啊 单位成本就是分配率 对不对 约当产量法嘛 一样道理 也是要考虑 完工产品产量 我们再要提 他前面告你是50件完工 50件再产 对吧 但是再产品 我们要算约当产量的 我们是要把这个 再产品的数量乘以完工率 那就要一定要注意 每一个项目都要去分别算完工率 材料完工率是多少 他告诉我材料生产开始 100% 然后我们就看一下 他再产品的这个情况 说这个B再产品啊 智能制造作业全部完成 大家看既然全部完成 完工率多少 百分之百呗 是吧 你看他前面说A是尚未进入呢 说明完工率是不是零啊 那这个全部完成的百分之百嘛 手工的这个完工率百分之六十 所以呢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个智能制造 全部完成了百分之百 手工这块百分之六十 所以计算这个分配率的时候 一样的啊 比如这是第一行 第二行是本月 第三行是合计 那我的分配率分子 就是第三行的这个月初本月的合计数 然后分母呢 就是用我们的 呃 完工的这个产量 大家看完工多少件 五十件 加上再产品的五十 你给我乘以完工率 对吧 所以这样一来 不就可以划分完工再产 啊 其实这个委会会问我 说老师这个月当产量法 我们到底是用先进先出 还是加权平定 首先大家看 因为它没有月初再产品 所以无论是先进先出 还是加权平定 一定是一样的 因为没有月初再产品 而且我们说考试 只要不特质 你就记住 我们都用最简单的 加权平定的那个 呃 完工再产的划分的 月当产量法就可以了 啊 好 那我们第三份 就让你判断 它的售价是不是 合定就是对比一下 比如你看我们算出来 A产品哈 它的单位成本是1148 然后B产品 单位成本是3407 而我们前面 比如说你看 它给的那个 毛利的那个表 是吧 你算出来以后 就对比一下就完了 我们发现 你看A产品的 成本是1148 但是只卖1000 而B产品的成本 3400多 它就卖了3600 所以它这个 目前定价是不合理的 对吧 啊 那我们就要将于 这些修订 就可以了 所以这是我们谈有关 这个啊 这个第三份 是不是合理 不合理 说明理由 那就是因为我们 完全成本法是按照 这个产量为基础来分配 所以它会夸大 高产量的这个产品成本 是吧 呃 那么 我们作业成本法 会更准确的分配 这个成本 所以用作业 基于作业成本法 这个来确定 价格应该更合理的 是不是 好 那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 前面给大家谈的是 按照实际的 作业分配率法 来进行分配 我们教材呢 也提到了 在实户中 也可以按照 这个预算 作业成本分配率 进行分配 呃 那么 但是它没有提公式啊 也没有给我们举例子啊 但它也提到了 呃 所以我们也做一下准备 因为 有的时候它考试呢 它会比较灵活 包括我们去年 你看我们去年考试 它就出现了这个 呃 材料按计划价格确定 然后给你成本差异率 是吧 所以其实我们说 这个原理理解了 就很好理解 这个分配率 这个方法呢 其实就是说 在分配的时候 我们先按它 预先定的那个 预算分配率去分 然后等到通常 我们该期末啊 比如月末 甚至也可能免末 一般月末是吧 我们把实际成本 和你这个 已经分配那个 就是按照预算分配率 分的那个 预算的那个作业成本 去算一个差异 然后呢 呃 如果要是说 呃 我们比较简单的话 那就可以把差异直接转入 这个当期的营业成本 就不再给各个产品分了 但如果我们想算 这个实际成本呢 就要把这个差异啊 按照这个 呃 相当于就是 我们算上一个差异率吧 就你实际和预算相比 有差异 对不对 那既然有差异率 那你就要把这个差异率 就要调整 就调整你分配 那个预算作业成本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具体的这个计算的原理 如果是预算分配率法 通常呢 我们是要预先确定 这个预算的 或者正常作业成本分配率 那这个呢 是通常都是事先确定的 而且考试一般会已知 对吧 它上一个是一个已知的分配率 当然也可以给你啊 就比如说这个企业 年初已经定好了 是吧 这个通常是预先确定好的 是根据呃 相当于是预算的 因为我们还不知道 未来的实际情况怎么样 我就预测一下 未来我们可能这个时期 我们预计的这个作业成本多少 是吧 然后预算的这个 正常的作业产出是多少 那么我们一般来说 考试如果考你预算分配率法 通常这个预算的分配率 会给我们 主要是已知的 然后呢 我们在分配的时候 呃 我们在确定每一个产品 应当分配的这个 作业成本的时候 是根据这个预算分配率 但是呢 我们成的是 实际耗用的作业量 这个又特别有点像 我们在前面给大家介绍 这个标准成本的时候 对吧 我们谈的这个实际成本 和标准成本对比 那个标准成本 我们特别强调是 实际产量下的标准成本 对吧 也就是说呢 呃 我们这个分就是 相当于前面讲了标准成本 差异分析呢 我们说要考试给的标准成本 是给的是单位产品的 对吧 给的是成本标准 呃 或者说给的是用量标准 价格标准 给的是单位产品的标准成本 是不是 那么我们让你做 差异分析的时候 是拿实际成本 和实际产量下的 这个标准成本去对比 这块一个道理 就是预算分配率 是给你的 是吧 相当于就是 比如说我们有 呃 假设我们就有 你搬运业务为例 那么这个搬运 我们预先确定好的 搬运的预算成本 应该是每次分配 比如说100元 这是预算分配率 对不对 已经给你了 然后现在我们告诉你啊 我们给A产品这个月 给A产品提供了 10次的一个搬运服务 那你应该给A产品 分多少呢 那当然是拿那个预算分配率 就是比如说每次的100元 乘上你实际给它服务了10次 乘以10不就可以了 对吧 所以其实我们这个所谓的 预算的这个 呃 就是分配的预算成本 它只是按照预算分配率 但是根据实际耗用量来分的 对吧 是实际耗用量下的 预算作业成本 啊 是这个意思 然后我们再接着看啊 呃 我们因为这个 作业成本是间接成本 但是我们产品成本计算 直接成本是直接计入 作业成本是分配计入 所以总成本呢 应该是把我们的实际成本 再加上你分配来的 这个作业成本 还是这样的 但是按照预算分配率 我们分配的是一个预算数 如果要是说 我们期末 把X尼亚直接计入 当期损益 不再给产品分了 那我们就把这个实际 超过这个 已经分配的这个 作业成本啊 那个差额 我们就给他直接计入 营业成本 那么如果他要求你把这个差异啊 给我们做分配 分配到各个产品对上上去 那我们这个 呃 有关应该分配的这个差异 怎么来算呢 那实际上啊 就是 首先我们要算一个差异率 这个差异率 就是指的你的这个差异 这个差异不就是我们这个 呃 我们第四步算这个结果啊 就是实际的作业成本 减去已经分配的那个 所谓的那个作业成本 但这个作业成本 我们是呃 按照预算分配率 对吧 我们前面谈了是预算分配率 乘上一个实际的耗用量 对吧 是这么来的啊 然后呢 我们可能因为你的这个 每一个 这个预算分配率是各不相同 各种作业的把它累加起来 啊 我们就把总的 一般来说我们就算一个总的差异 是吧 那么就是把这个总的实际作业成本 和预算的那些作业成本 去做一个差 那么这个差异呢 呃 除以什么呢 那当然指的是差异在你的这个 以分配的作业成本的比重 对不对 就是我们这个 相当于是实际减预算 除以预算 啊 就是已经分配了这个作业成本 这样来得到你的所谓的差异率 那有了差异率了 那我们要让你来算各个产品 应当分配的差异 那你就把它 该产品分配的作业成本 乘上差异率不就完了吗 对吧 或者说你把你原来的那个作业成本 乘以一加差异率 就得到你的所谓的实际的作业成本 对吧 因为你是预算的 预算成本成个一加差异率 不就是实际数吗 我们可以结合例子来看一下啊 大家看我们这样有一道例题 就给了你说 这个公司呢 2021年初制定了全年的 间接费用的成本 都预算资料如下 那大家看他预算的这个 是等于说有四个作业成本集合 预算分配率就给我们了 是吧 比如每次应该是多少钱 是吧 然后每张发票账款登记数 每小时车间管理费 他都给了你预先确定好的 作业分配率 是吧 然后呢 我们再看第二个资料 说这个公司呢 按分批法计算产品成本 2021年的2月5号 公司接下A客户 一个500台假产品的订单 订单的生产标准要求是 检查25次 设置200次 发票5张 管理工时1000小时 然后到了2月25号 为A客户加工的假产品 全部完工 本月呢根据材料分配表 他应该分配的 直接材料的实际成本 是12万5000 就是第二个资料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资料 就是到了 2月底 归籍的 本月的实际发生的 作业成本的数据 包括我们的这个 作业成本的数额 实际发生额 以及他的 实际的作业水平 都给我们了 是吧 这是他的实际的 是吧 就是我们 在原来分的时候 我们是按照预算分配率 就是分了 但到了月底 因为这个企业可能 他不是光一个订单 可能多个订单 是吧 多个订单的 总的实际发生额 他给了我们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啊 我们这个公司呢 是按预算分配率 来分配作业成本 第一个认识你一下 A客户500台 假产品应该分配的 作业成本是多少 那我们这个 因为是按照预算分配率 来分配 所以应该分配的作业成本 那就比较简单了 我们就看假产品 这其中这个 呃 就是得看这个A客户的啊 我们看就A客户的一个订单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A客户的 他的这个 就是要求已经给我们了 那我们就把他这个要求 你看我们每次不是 检查的这个是50吗 那就是用我们的预算分配率 50乘以25 再加上这个呢 是每次机器设置是要100元 那乘以200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发票账数 每张26 乘上5 然后再加上我们每小时的这个 车间管理费10块钱 乘以1000 这就是应该给A客户这个订单 我们分配的这个成本 对吧 这是分配的这个作业成本 这是我们谈有关这个第一问 我们再看第二问 如果发生的差异 是可以直接截转本期营业成本的 那么我问你作业成本法下 500台假产品的成本多少 那我们应该是成本是包含 直接成本还有间接的成本 那么直接成本它已经告诉我了 就是材料 材料是12万5000 所以你把12万5000 给我加上你分配来这个作业成本 一加就完了 对吧 所以我们这个第二问就是12万5000 加上我们第一问的结果就可以 那我们再接看第三问 它让你根据资料3计算 这个作业成本差异率 通通通 如果发生的差异是按照总预算的作业成本比例进行分配 然后问一下你这个在作业成本法下 它这个为A客户加工的这个假产品的实际成本是多少 我们看这个成本差异率的确定呢 我们指的就是看一下你的实际数 你看它这个公司呢 2月底是吧 它总的 因为它实际上是按订单生产 它可能2月份接了好多订单 对吧 那我们就其中的前面只是给了一个 其中一个A订单 那现在总的这个企业是吧 那么它的这个总的预算的数额 实际数额 还有它的这个 有关的这个动因的数额也都给我们了 那我们的实际数是这样 那我们算差异是吧 就是其实我们就是要考虑口径一致 就是实际成本和实际产量下的那个所谓的那个预算 它上去有代理是标准成本 就像我要把实际成本和实际产量下的标准成本去做一个差 我想让你算参与率 是吧 那我们实际产量下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预算成本怎么来算呢 那就应该 因为它已经给了我的这个实际的数据 这个月总共是1万次 对吧 那我们看一下 每一次的这个标准成本多少 50 所以我就要想算一下 就是实际 啊 作业量下的 这个预算成本 那这个怎么来计算呢 那就把我们的单位成本 每次是50 我这块乘以多少 乘1万次 然后呢 前面还有一个每次是100机器设置 100乘以1万 对吧 还有加上多少呢 我们前面的每一张的这个预算分配率是26元 所以26乘以250 对吧 每小时的这个 呃 我们的这个分配率是10块钱 啊 10乘以3万小时 那这些都有了 你把它给我累加一下 就可以得到我们实际作业量下的预算作业成本 啊 那我们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后面的答案 我们算出来这个总的结果是180 6500 是吧 这是实际作业上的预算成本 而我的实际发生额是 呃 是 189万 是吧 189万9500 而这个是180万 嗯 6500 那他俩是有差异的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实际的这个数额 啊 比如说设为1吧 哈 这是1 这是2 那我们算差异率 差异率实际上就是用实际减去 预算 然后再除以预算吧 对吧 那你这个差异率 我们算出来了 那现在我们想问一下你 其中对于这个500台给A客户加工的 是吧 就是给A客户加工的 它的实际成本是多少呢 首先我们的直接材料 人家本身就是实际数 对不对 人家直接材料就12万5千 是我们的这个实际数 然后我们刚才呢 在第一问已经把它应该分配的预算成本有了 但是现在他又告诉我们 我们已经算了一个成本差异率了 对不对 就是这个企业总的成本差异 那我还要把这个差异率是不是 差异得加上呀 再加上1乘以差异率 或者就是相当于是 我们这个 这个数 然后你再给我乘上一个 加个差异率嘛 加个差异嘛 把预算成本乘上差异 应该分配的差异 就可以得到 是吧 这是我们谈的有关这个预算分配率法 其实预算分配率法呢 他的这个可能分配率不用你算了 但是呢 我们这个可能就会涉及到 他需要你分配差异 那这个差异的话 那你就想要既然要分配差异 我要算一个差异的分配率 就是差异率 那么差异率就是我们用实际减去预算 所以预算 对吧 有了这差异率以后 你去确定每一个这个产品应该承担的差异 那你就要把我们原来的那个预算数 还要给我多加一个差异 是不是 就是这样的 这是我们谈的有关这个预算分配率法 大家怎么来确定 那么作业成本法 它的这个优点呢 它是一个更准确的计算 这个间接成本的一个成本计算方法 相比较传统成本计算来说 它的这个准确性啊 不仅是间接成本的分配更加准确 对吧 它基于多个动因分吗 而且我们作业成本法是 要尽可能的扩大直接追溯比例 是吧 就是作业成本法 它实际上 就是我们凡是能够追溯到产品的材料 人工和成本 我们尽可能的就是直接给它归属于特定产品 尽量减少不准确的分配 是吧 所以它的这个直接成本的 这个范围可能更广一些 而且它的这个间接分配又是基于动因分 更加准确 其实你看我们谈到成本的分配 成本追溯就是直接计入 是吧 它的精度是最高的 然后动因分配 我们在前面讲过有强度动因 持续动因 还有业务动因 对不对 那么强度动因相对来说就是 它就单独会直接分配 所以它分配率 精度是最高的 然后业务动因就会 分配精度会差 持续是去中 那分摊呢 就等于说是最不准确了 是吧 所以我们在作业成本法 它是尽可能的 首先是尽可能的把这个 直接追溯这一块 扩大范围 另外呢 间接成本按照动因分配 然后第二个就是 它的成本的控制 和成本管理更有效 是吧 因为你想我们已经区分了 真职作业 非真职作业 所以我们这个可能对于 找到了非真职作业 那可能更有利于我们去 就是降低成本 所以它成本管理控制更有效 第三个就是为战略管理 提供信息 是吧 其实作业成本法和 价值链分析的概念是一致的 我们的作业链 其实就是 就是工作环节嘛 就是和价值链 那个事实际上是一样的 是吧 所以它实际上是为战略管理 可以提供信息 就是优点 但是它的局限性呢 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可以从前面来看 我们的这个成本计算 什么比较复杂 是吧 开发 维护费用都很高 你成本动因的数量越多 你的开发维护费用就会越多 那我们来看第二个 就是不符合对外财务报告的需要 我们在前面谈到 我们说作业成本法 和完全成本法 它们成本内容 就在制造成本这个内容 这块是一致的 对吧 都是包括全部的制造成本 但是你要注意 我们作业成本法 它还有可能包含非制造成本 这个话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 比如我举个例子 假设我告诉你啊 我们这个产品的售后服务费 产品的售后服务费用 按照我们传统的成本计算 它是间接成本费用 它是期间成本费用 是吧 属于我们的这个营业费用 我们是直接记录当期损益的 不能记录产品成本 对不对 但是在作业成本法下 我们就要什么呢 按照动因去考虑分配了啊 产品售后服务费 假设我们发现啊 我们这个企业 A产品 因为它是属于新产品 所以呢 它的这个 这个售后服务费比较多 而B产品呢 是我们一个老产品 也比较成熟的 质量很稳定 所以它售后服务费比较少 那我们这个售后服务费啊 也要去给它去分的 也要分到A产品对象上去 B产品对象上去 因为你的目的实际上是 比如说包括我们的合理的定价 什么这些方面 对吧 我需要有一个准确的成本资料 所以我们要尽可能的追溯 或者按照动因去分 那么即使是期间费用 那如果我认为 它就是服务于你客厅 A产品的 我也要给你分过来 所以作业成本法呢 它就不符合对外报告需要 就可能会把一些 非制造成本也给我 分到这个我们产品上去了 是吧 这是它的这个 这个局限性啊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的成本动因的 确定比较困难 是吧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 不太好找啊 有的时候可能找起来 这个可能成本代价比较高 就像我前面给大家讲 这个搬运成本 对吧 你到底按次数好 还是按照搬运时间好 还是怎么样弄 是吧 其实它其实 有一定的困难啊 就可能 你如果我想偷了 我就按次数 你这个动因不准确了 是吧 那你其实分配就不准确了 是不是 所以它成本动因的 这个合理的动因 可能是比较困难的 另外还有就是不利于通过组织来控制 进行成本管理 这个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传统的成本计算是按部门来归籍费用 我们一般来说便于做部门的业绩考核 对吧 我们将来会讲责任成本 这个责任会计 是按照责任中心去评价的业绩 但是作业成本把它不按部门归籍 所以呢 就不利于提供呢 我们这个管理控制的信息 是吧 就是我可能就不利于实施责任会计业绩评价了 我们这个完成本法是有利于 因为它按部门归籍 所以这块大家看怎么来记 就容易混的 你看啊 我们如果他们你是进行成本管理和控制 我们是有利于的 对不对 但他如果强调是通过组织来控制 我们要做责任评价 做责任中心的业绩评价 那他反而是不利益的 对不对 它是有利于成本管理的控制 有利于战略管理 但是呢 不利于对外财务报告 不利于我们通过组织去做这个管理控制 大家跟我一会来看一个当我多选题啊 某生产经营的产 就是某企业啊 生产经营产品品种繁多 间接成本比较高 成本会计人员视同 推动该企业采用作业成本法来赚产品 那你下属理由中适合用于说服管理成的有 A呢 说通过作业管理可以提高成本控制水平 对吧 我们说它是可以 因为它可以区分作业成本动因 然后又可以分为真职作业 非真职作业 对吧 有利于提高成本控制 作业成本有利于价值链分析 因为作业链就是价值链 对吧 C说使用作业成本法 可以提高成本成本水平 这个没问题 D呢说使用这个作业成本生意 可以提高对外报告 因为它不符合对外报告需要 所以这个D就不对了 我们再来看一道以往的一道考题 他问你以下的这个说法中正确的有 A呢说传统成本计算方法 对全部生产成本进行分配 作业成本法指对变种成本 不是的 我们也要对全部成本 是吧 所以这个上不对 B说传统的成本计算方法 按部门规及间接费用 作业成本法是按作业规及间接费用 那这个实际上是对的 然后我们再看C 作业成本法的直接成本计算范围 要比传统的计算范围小 应该是大而不是小 对吧 然后再看D 与传统成本计算方法相比 作业成本法不便于实施责任会计和业绩评价 这个是对的 因为它没有按部门去规及费用 所以不利于按组织来进行它的这个文理 不利于实施责任中心的业绩评价 那我们再来看作业成本法的适用情景 因为我们刚才讲作业成本法有它的优缺点 那么我们什么样的情况适合用作业成本法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产品的这个成本结构 那么如果成本结构啊 假设制造费用占的比重很大 那么我们就有必要要给它正确的分配 如果制造费用很少 你分配准确与否影响不大 对不对 所以一个是制造费用占的比重比较大的情况下 第二个就是产品的品种多样性程度比较高 是吧 因为如果单一产品就不用分了 产品多样性比较大 所以这个合理的分配也很重要 然后外部环境面临着竞争激烈 因为你要 比如说我们要考虑这个合理的这个 考虑价格的策略是吧 我要定价跟对方去竞争 那我对价格要定准的话 我成本得准确是吧 还有就是公司规模比较大 那我们有必要去做这个作业成本法 所以实际上就是说 如果企业的生产自动化程度很高 直接人工占的比重比较小 作业流程清晰 是吧 相关数据也比较完备 是吧 那我们可能就适合采用作业成本法了 是吧 我们看一道多选题啊 他问你以下表录中正确的有 A是作业成本管理 就是要努力找到非政治作业成本 并且努力效果它 转换它降到最低 这是对的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 把非政治作业成本 尽可能的降到最低啊 B呢 说作业成本管理 主要是从成本方面来优化企业 作业链价格链是吧 就是他实际上 就是要做作业链分析价格链分析的 所以面临着竞争激烈的企业 适合作业成本法 规模调达企业的 他说不适合应该是适合 对吧 所以这个也不对了 那么下面我们再来学习 第三节作业成本管理 我们这一节呢 主要是三个考点啊 然后其中第三个考点 这个作业成本管理举例呢 是今年教材新增加的 第一个呢 就是增值作业和 非增值作业的这个划分 是吧 其实我们在做作业成本管理的时候 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就是要把这个作业区分 增值和非增值 但这个增值和非增值作业的划分呢 是站在顾客的角度划分的 我们认为啊 凡是可以增加顾客价值作业 就是增值 是吧 所以他的判断的标准就是 就是这项工作或这项作业 他能不能够增加顾客的价值 我们说完也举了一些非增值作业 是吧 那么比如说这个 什么材料啊 什么这些堆积作业 什么什么余回作业 都是等于说浪费的吧 就那意思 废品清理啊 次品的处理 反攻无效率等等 那么这些都不会增加顾客的价值 是吧 所以增值作业是站在顾客角度 去判断 他这个作业 有没有增加顾客的价值 那就是增值 如果这个作业 是吧 你废品啊 那不会增加顾客的价值 那就是非增值 是不是 我们可以先来看一道单选题啊 他就问你 作业成本法划分增值和非增值作业是基于什么 A说是不是有利于增加股东产富 B说是不是有利于增加顾客的效用 那应该是B 就是增加顾客价值的 他叫增值作业 对不对 所以应该选择B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道多选题 他问你 根据作业成本管理的原理 某制造企业的下列作业中属于非增值作业的 其实你这个可以按照常识去理解 废品的清理 那这个是非增值 它不会增加顾客价值的 在产品在企业内部迂回运输 这也是不会增加价值 C零件组装 那这个是让你只有组装成产品 才能够卖给顾客 是吧 它是会增加价值 如果你单独卖零件 和你卖产品的价格保险不一样 是不是 然后次频反攻这也是非增值的 所以只有C是增值作业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第二个考点 就是基于作业来进行成本管理 上就是我们谈的作业成本管理 其实作业成本管理通过点讲 就是利用我们作业成本计算所提供的信息 来进行成本管理 就是作业成本管理 那么作业成本管理的主要内容呢 就是首先呢 我们要把企业的各项活动 我们就像我们前面讲 就是个作业的认定 是吧 确认分析作业 你得要分析成它有哪些作业 是吧 然后第二个呢 就要做我们的作业链 价链的分析 以及成本动因分析 然后呢 我们当然也要做业绩评价 然后还要做这个非增值成本的一些报告啊 等等 所以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作业成本管理的这个主要内容 是吧 可能就是基于作业 要做作业分析 要做成本动因分析 然后去做业绩评价 或者是这个就是考核等等 所以它的这个特点在于呢 就是我们特别强调要 优化企业作业链和价值链 其实你看我们战略管理 把它称为是价值链 然后作业成本把它称为是这个作业链 是吧 其实我们这个作业分析啊 可以说是成本管理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是吧 是作业管理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 就是我们要优化你的这个企业的作业 你可以这么来说 是吧 那么作业成本管理的目标呢 就是要尽可能的降低 非增值的作业成本 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谈了 增值作业是有利于增加顾客价值的 因为你只有能够让顾客对我们满意 那么别人才会买我们产品 然后增加我的利润 是不是 所以他要找到呢 那些非增值的作业成本 努力要给它降低 是吧 这是作业成本管理它的特点 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第三个问题 作业成本管理的举例 其实呢 这部分内容是今年教材新增的 但实际上主要是让我们理解 就是作业成本管理 它可以起到这个作用 你看我们在前面给大家介绍了 我们这个主要是从顾客的角度 来划分这个增值作业和非增值作业 凡是能够增加顾客价值的作业 那是增值作业 否则就是非增值作业 其实作业成本管理 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就是管理的举措 就是要尽可能的降 减少或者降低 我们的非增值作业 是不是 我们可以结合这个例子来看一下 大家看我们 首先看这个例15到2 他告诉我们说 这个某塑料花的生产企业 在修剪产成品的边缴余料 寻找客户订单 还有核对订单等工作上 花费了人工 这些作业都不增加 购买塑料花的这个客户的价值 企业的作业成本管理团 经过仔细分析的找后原因 并加以改进 通过调整生产磨剂的 这个作数的压力和温度 使得塑料花产品一次成型 这样就 我们原来在 这个修剪这块 要浪费人工吗 那这块我就可以 不需要人去修剪了 是吧 这可以节约的 就是节约这个修剪 所耗费的有关的资源 是不是 另外他说 通过引进调形码系统 电子追踪客户订单 这样可以减少 寻找核对客户订单 所消耗的人工 也就是我们原来要 寻找客户订单 要核对订单 那也要花费 这个人力资源 你得专人去做这些工作 对吧 那现在呢 我们通过 等于说是 引进的这种调形码 这个系统 是吧 改进了我们这个工作管理的程序 这样一来就可以减少 这部分的 非增值作业的成本 所以他通过以上改进 我们就可以 降低了非增值作业 这样可以减少人工 节约成本提高效率 是吧 所以这个大家就看一下 可以 就说实际上就是他解释 我们这个 其实作业成本管理 是吧 我们实际上就是要 降低这个 非增值的这个作业 尽可能的减少 这个非增值作业成本 那我们再接着看 例15到3 是吧 那么他就是 也是举这个例子 说这个某连锁餐饮公司 是国内知名的 火锅连锁店 是吧 那么到此 连锁餐饮公司 吃火锅 一般需要排队 等候餐位 等候呢 是不增加顾客价值的 这个作业 这个连锁餐饮公司呢 在顾客 等候餐位时 也就是说 你让顾客等候 那这个时候 不会增加顾客价值 甚至有的顾客 可能因为等候 他觉得时间太长 我就不来了 所以他怎么办呢 他就开始改进 是吧 他就说在 等候餐位的时候呢 给顾客免费休支 那这个是增加了 顾客价值的 顾客又享受了 还有擦皮鞋啊 还有提供各种 水果小吃 照干小孩 这样就等于把这个 不增加顾客价值 这个等候这个作业呢 变成了增加顾客的 价值作业 所以这样一来 就是顾客呢 他就宁愿平均 等候两个小时 也不到这个隔壁用餐 因为他等候这个 就算他有享受的服务 是吧 所以这样一来 这个连锁公司的 这个翻台率呢 比同行提高了 三到四倍 就增加了企业效益 是吧 所以通过这两个例子 我们可以看到啊 通过作业管理 他实际上是可以 就是我们 降低成本 提高企业效益 是不是 好 那么到此为止呢 我们是把整个第15章 作业成本法 给大家介绍完了 对于这一章 大家需要 把握的主要的考点 一个呢 是我们作业成本法的 这个特点 就是相比较我们的 完全成本法 它有什么特点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作业成本库 是吧 我们分为什么单位级啊 批次级 品种级 维持级 是吧 分类 以及呢 它各自的特点是什么 第三个就成本动因的分类 我们是总的是分为 资源动因 和我们这个作业动因 那么作业动因 又进一步又区分为 业务动因 持续动因 和强度动因 对吧 所以这个分类 反正我们看第四个 就是作业成本计算 它一般就是要利用到 我们第十三章 那个 就是间接费用分配 完工在场划分 是吧 所以这个 大家可以比照我们 像18年19年 连续两年都考了 可以比照我们 1819年的考题 来把握它 那么第五个就是 真值和非真值作业的划分 对吧 我们主要是看 能不能够有利于 提高顾客的价值 是吧 所以按照它分配 的这个标准是什么 第六就是 作业成本法的优点 和局限性 好 那我们这一章的内容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